我叫王吉 来自辽宁省福祉寺 是一名汽车销售 今年28岁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其他的姑娘 选一下一中人 我叫王吉 今年28岁 家在辽宁省福祉寺 大学毕业后 我在一家工厂上班 每月3000块钱 没有什么压力 过得很随意 但是特别无趣 我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 选择去做房闪销售 因为没有经验 被拒绝了 后来去了4L店上班 我从一开始 没有毕业纪录 一个月只赚700块钱 只用了上个月 让自己的月收入破万 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 一定会觉得我是个老实人 还有点严肃 但是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我是一个特别欠儿的人 平时的时候 无聊的时候 我还爱给您洗外号 就像这位 他叫巴凉霸 为什么叫巴凉霸 因为他 虽然说身高1米65 但是体重146斤 像厨正好1厘米 骗下来巴凉霸的用 所以叫巴凉霸 这个我们叫大狗 小的关系叫狗饿 因为什么前来被狗咬了 被一条大老狗咬屁股了 我们给他洗叫狗饿 干不干什么你就好 别踩 14号 孟兴冲 你好小伙 我也是辽宁腐顺的 你是腐顺哪的呀 万达的 西府去 万达 我在程总 我俩离得还挺近的 我刚才 你离得近 还是小乖乖离得近 我离得差近 我也不远 十分钟就能到 你能到吗 我可以过去 我可以搬到腐顺 他说他喜欢长头发的 你是长头发吗 我是长头发 我不知 我的是自己找的 我也茧儿 我也咔茧儿的 小乖乖实在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你找到共同语言了 他说我也茧儿的 我茧儿 我咔茧儿的呢 明白了 我知道你的好感度了 十三号 孟先生觉得这个男孩怎么样 我觉得男孩好像 多关注关注我吧 找的不就是我吗 长头发 茧儿茧儿的 我就挺茧儿啊 我初天下呢 不喜欢藏着叶子的 首先呢 得见我父母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而且我家庭氛围特别好 如果我父母 还有身边的朋友 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我俩 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就喜欢可爱一点的 恰一点的 最好呢 比我还要恰一点的 我就觉得 哪有说的五空牙的 在一起吵吵闹闹 这才叫生活 而且特别有意思 我以前最茧儿的事 就是愿意翻对象的手机 现在想看我也忍着 我觉得茧儿也是这种关系 你愿意被我关心吗 你是要把一周人请出来呢 还是直接跟小乖乖交流 请出来吧 请出来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子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周人是谁 来 14号 孟宪冲 来掌声要请 当时小伙子说要请出一中人 你出来的时候 你看包力局那嘴 能挂上酱油瓶了 不一定请出一中人就意味着什么 孟宪冲刚才一直是跟小乖乖 势不两立啊 那后来为什么灭灯了 他说就是出朋友啊 都要带样嫁人啊 什么都看见 因为我感觉我本身 就是一个单亲家庭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然后我害怕就是说 如果再继续接触下去 让见到他的朋友 我就觉得害怕不靠服 然后就考虑考虑就给灭了 我都怎么想的呢 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出去吃饭 我会问一声你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我才会带你去 包括和我身边的朋友 也是偶尔出来喝酒 我说我跟我朋友出来吃饭 我带你愿意去嘛 你愿意去我才带你去 不是说我硬辣的事 你带着见见我朋友吧 见见我妈妈吧 见我爸爸 不是这样事的 再有一个呢 我说对吧 单亲不单亲 家里怎么样啊 我也不看这些东西 所以说还能靠自己 更多一些 哦 好 那接下来小伙子要做出选择了 没问题 好 来 大家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小乖乖 谢谢 谢谢小乖乖 谢谢 谢谢 在我理解吧 我本身来呢 觉得想找一个辅顺的 从电视上看到这个节目 偶尔看到的 因为我父母我特别爱看这个节目 看到了呢 觉得这个小女孩吧 白尖的挺可爱的 性格也挺好的 好像也是做销售的 可能说她不知道 可能说我还去过 他们售楼处面公室呢 是没要我而已 然后 哎哟 而且呢 我还在这手里看过房子 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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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 对她有印象 正好看着这节目了 我就来了 哦 你有印象了吗你 没有 一点印象都没有 一点印象都 那接的客户太多了 哦 我感觉吧 他能赐个挺欠的也 现在这种词都是包一词了是吗 看来在今天的笔欠大赛当中 梦献冲胜出了对吧 对对对 什么感觉现在 挺开心 会有幸福感吗 那不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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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